GOOGLE CLASSROOM Hi 這條影片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可以善用GOOGLE CLASSROOM的REUSE POST功能 去快速整理班和級的課頁 我們一年之內整理了這麼多 不同的GOOGLE FORM 教材 我們怎樣才可以很輕易地整理 和分享不同的課頁呢 其實GOOGLE CLASSROOM有個功能 叫做REUSE POST 幫你按一個按鈕 就把一個文件 由一個GOOGLE CLASSROOM 而去另一個課頁 假設我們現在的學校 做了一個 正是給老師的 Teachers Only的GOOGLE CLASSROOM 這個位置就要麻煩 那麼多位同事 或者是科聯絡人 去把那個級的 所有的GOOGLE FORM 或者教材 放在這個藍色的GOOGLE CLASSROOM 顧名思義叫做Teachers Only 所以裡面就只有老師 而左邊黑色這個 就是我 譬如我現在教的那班 是5D班英文的 那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 同學生之間的GOOGLE CLASSROOM 當級聯絡人 或者負責的同事 甚至乎 級裡面的老師 將所有的教材 整理好 在藍色 Teachers Only的GOOGLE CLASSROOM 我們就可以回去 找回自己需要的功課名 然後在自己的班裡面 按Reuse Post 即是按了Create之後 你拉下去 看見好像有個 You Know Reverse的 按鈕就是Reuse Post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彈出一個 叫你選班的 你就對回到底你想在 哪一個GOOGLE CLASSROOM 裡面找 我就想找這個 Teachers Only 所以我就回到 Teachers Only的 這個GOOGLE CLASSROOM 找回我需要的 那一份作業或者功課 記住記住要按這個 Create New Copies of All Attachments 那這個GOOGLE Form 才是真正正的屬於 你那班 不用跟其他班 share data 那你一按下去 你會發覺 Title連那個attachments 已經全部打好了 那我自己呢 就有個小習慣 我會在Title前面 編回一個號碼 好像我這裡 就會打C 為什麼呢 當我寫加貨查的時候 我直接叫學生做GOOGLE CLASSROOM C 那學生就知道做哪一個 那之後呢 我在Description那裡 如果我想加任何東西 就隨便自己打 做一個customize的message 然後假若我想在Google Form 裏做少許改動 去適合我班的需要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按那個form 然後做一個editing 非常之簡單 只是給你自己的班 那就可以解決到 班與班之間的個別差異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想再加多些video 或者連結給一些額外資源 那在這裡按一下 就可以很簡單的 給你這個班的同學 然後呢 去到右邊的topic 我選擇我對應那一課 譬如我是 Book 5B Chapter 3 那我就按一下 完成了之後 當然要按Post 或者Schedule 那我這裡直接Post 你就會看到 在課題裡面 會有我這份新的功課 C啦 是不是非常之簡單實用呢 我希望這個方法呢 可以幫到大家 整合過去幾年裡面 整齊的功課 亦都可以在同伴之間 互相分享 大家整齊整齊 那將來就可以建設到 一個吸本 非常強大的database 一按就可以把 database裡面的東西 拉進去你的班 從而減低大家的行政工作啦